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从商人行动科长赵南在我们处畏罪自杀以后 我们处的人不是被打杀就是被你逼疯 安处长 电讯处的人不是日本特务 就是共党卧底 连一个好人都没有了 那还真说不定赵南不就死在你们电讯处吗 尽快是在我们电讯处 要是死在军委会 你把委员长都得抓了 好了 坐下 我说过多少次 我们这个团体绝对不会用俄国的欺卡 德国盖世太保的管理方式来管的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有中国的传统精神 我们的传统精神是什么 就是委员长经常教导我们的 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礼义廉耻 我们掌握团体 运用组织 就是以这个精神为出发点 以主义领导 以理智运用 以精神接纳 以纪律维系 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把道义跟主义联系到一起 相互支持 愈作愈勇 据作说的是 相互支持 愈久愈尽 盘府处长 我一直可是对你的工作很支持的 这么说多谢刘处长了 我现在只想知道一件事 那个日本人死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情报 有 那个日本人说 他有证据可以证明 孟昭阳就是共产党 而且他在电讯处就有同谋 您对韩中尉 算是人至义尽了 死者长衣 生者何其其 还是翻过这一页吧 张雅 明天出去的时候 帮我办件事 帮我买点纸钱 张雅 有点事我想跟你说一声 如果连日本间谍都怀疑你是共当卧底的话 那你自己要小心啊 请来 什么东西 辅佐 这是我们破获共产党联络站发现的武器 行了 等等 打开 把这小银器里的小银子放下来 你的火药跟赵南伤口的火药进行比对 是 还有 指纹也查一下 是 昨天晚上的事知道了吧 听说了 九凤饭店 罗大成被杀了 还有韩晓夕 这是晚上的事 半夜 行动处的人去端林漏站 没有抓到人 还死了五个弟兄 真的 这可都是你的功劳 怎么了 你不高兴 没有啊 真的吗 忙着呢 那你忙吧 好 科长 又发生什么事了 所有人都来参加会议 都是知秋 不好说 主位 把枪都交出来 这属于正常换装 大家不必紧张 抬上来 这是新到的美国左轮 结构简单 长度短 还不会假格 举作说 你们电讯处的人 总是抱怨 配枪太大太重 不便保养 这不 刚到的这批手枪 举作就指示 优先配发给你们 请大家把自己的枪号写下 门科长 好了 你先来 六五零二二一 明天 二十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附处 是我 我们的实验已经做完了 赵南的伤口没有枪油 您派人送来的绣因器里面 存有的火药威力 跟赵南伤口的火药威力 完全吻合 我知道了 那指纹呢 指纹不吻合 咳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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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吗 当然 那就好 新人新事一看就知道啊 卖报了 仙人买报吧 卖报了 卖报了 都来看看报纸啊 新来的报纸 来份晚报 好好好 您要国民报呢 还是重庆晚报 重庆晚报 重庆晚报 钟掌柜让我转高年 连楼产搬到城外东郊 丽华客宅 卖报了 卖报了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放心吧 今晚我会让举作亲耳听到 启明星的自拍 两把枪的装针都截断了0.3毫米 使得装针无法碰到子弹低火 原来敌人对你和公立 已经产生怀疑了 敌人又有哪天把我当成自己人的 只是我没想到 这次总务处也插手了 看来来头不小 最让我担心的是 他们连功力的枪也做了手脚 实在不行 就先撤出来 我考虑一下吧 现在撤出来 我不甘心 去情代老板就说好戏开始了 我把 св串人连死了 放下一 specially 早上 似乎 晚安 мы 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晚上潘九阳会来 有我在你身边 发生任何事都不要害怕 对 我知道很重要 可是今天我要晚一点回去 有些事情明天上班再说 就这样 再见 你看 下盘棋都不安上 真没办法 干谁了 公立啊 今天你的棋真是令我刮目相看 有大将之风 像个男人 你看看 你这枚黑棋 孤军深入 看似不合棋里 及时不染 在他的背后 有一小块开阔地 你是故意留下的破绽 目的是要迷惑白棋 让他以为自己胜权在握 你的想法是 在这白棋落下的那一瞬间起 你就没有想过要撤退 逃跑 而是随时准备要牺牲自己 这枚黑棋牺牲自己 是为了掩护战友 从后方发动攻击 或者是安全地撤离 对吗 什么时候说话拐弯抹角了 不像你 你非常清楚 我此时此刻在说什么 公礼 结束了 我们俩的棋 下完了 这盘棋还没有下完呢 干脆 说说你对局势的预测吧 人生如期其如 人生我没有办法预测 就像我没有办法预测 咱们俩会有今天的局面 不用有顾虑 我们不是爱人 也不是情人 可我们是朋友 十几年的朋友 什么朋友 比党国还重要 至极 此时此刻 应该晓得人是我 因为我是这盘棋 最后的赢家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晓不出来 公礼 我什么都算到了 什么都想到了 可我就是想不到 包庇共产党的人 居然是你 说话要有凭证 我像是凶手吗 赵南当然不是你杀的 杀他的是孟昭阳 地点是他的宿舍 而你是听到声音以后 才过去的 当你发现 孟昭阳杀了赵南之后 你就想尽一切办法 去掩盖真相 你非常非常了解我的性格 所以你知道 一旦我发现了赵南的尸体 会不顾一切追查到底 那么该怎么样 才能够保护孟昭阳呢 因此 你设计了赵南自杀的现场 建造了双重密室 作为老同学 你知道我不可能 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 迟早会露出破绽 因此 你又为我准备了两个牺牲者 第一个 断天龙 第二个 韩晓夕 你布置了一个完美的骗局 把我一步一步地 一如歧途 高明 太高明了 我不得不承认 你比我想象的 还要聪明 你做这一切 就是为了证明 孟昭阳不再作案现场 枪响的那一瞬间 她跟刘明远在一起 我相信 也是你的杰作吧 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一开始我的确被你迷惑了 可后来我想象 不对呀 赵南为什么要自杀 就为了那封检举信 这不值得 而且 她更不可能撇下 她病中的女儿 牟练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你吗 就在四号 我第一次审讯你 其实这个动作发生在你身上非常反常 这说明你的心里慌了 你想掩饰什么 对不对 你 我 还有孟昭阳 就像三个赛打牌的人 你们俩作弊 背地里联手出牌 把我一次一次引上企图 让我碰壁 而我要做的 就是最后一个出牌 我要在你们以为自己已经赢的时候 亮出我的王牌 现在真相大白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那么优秀的女人 为什么要投向她的回报 你背叛了伪座 背叛了当国 背叛了我 他到底有什么好 你刚才说的那些 都是你的推斗 这个潘九阳 还是老一套 我看这小子是在美国读侦探小说读多了 潘副处长 怎么这么大兴致 孟科长 你果然坐不住了 剧总 新角儿登场了 十二点钟 女朋友房间有男人的声音 我当然应该过来看看 你真的那么关心你的女朋友 应该带她走一条康庄大路 而不是走不归路 什么意思 我马上让你明白 首先你先回答 如果赵南要自杀的话 她会用什么武器 当然是她自己的配枪的 现场都找到了 孟昭阳啊孟昭阳 你是电讯方面的专家 但是人无完人 你也不例外 对于武器你实在是太外行了 赵南是搞行动出身的 她每天会不停的擦枪 在枪管里势必会留下枪油 赵南则那么近的距离 冲自己开枪 在她伤口的四周 应该留有枪油 但是我请美国的专家 已经检验过了 在赵南伤口的附近非常干净 除了一些火药威力之外 没有一丝枪油的痕迹 请问这是为什么 你当然会知道了 因为你就是凶手 有美国专家给你撑腰也没用 枪响的时候 至少有二十个人证明我在白宫时 难道我会分身术吗 那是因为你使用了消音器 消音器里面的密封圈阻挡了枪油 这就非常好解释了 你用带有消音器的手枪杀死了赵南 然后离开了现场 在你离开之后 你的同伙开了另外一枪 而你的同伙就是功力 情本佳人奈何做贼 潘府处长啊 这些都是你的推测 你有证据吗 对了 我没有证据 这些都是我的推测 那我想请问 那个消音器去哪儿了 是不是这个 这个消音器 是我在共产党的联络站发现的 里面残存的火药威力 跟赵南伤口的一模一样 你太糊涂了 你就是把它扔了 埋了 吃了 你也不应该把它还回去 因为这上头有你的指纹 你着急了 孟昭阳 你太着急了 这个不是你用的 你仔细看一看 不是你的 是我在后清初领的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用的 该是这个 这个消音器里面残存的火药 的确跟赵南伤口的一模一样 但是非常可惜 等我发现它的时候 已经被炸坏了 在这上面 不可能有指纹 谢谢你掏枪 正视了我的推测 这个盘九阳 还真有两下子 我就知道 图穷就该匕首线了 孟昭阳同志 我们就不能像两个绅士一样 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吧 当着龚小姐的面 拿刀动枪的 就不怕大兔家人 坐下 太副处长的安全 有没有保证 两个人的枪都动了手脚 万无一失 如果不是你把我的枪 撞针截短 你也不会做得这么安逸 你说得不错 我不是武器专家 但人是会进步的 亡羊补牢 犹为未完 你以为杀了我 就能出去吗 你是个天才 但你不是全才 你错就错在你太自信 我是有同伙 但我的同伙 不错 并不是公礼 你可不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没有料到 孟昭阳已经识破了 他在枪上动的手脚 更换了撞针 那功力的枪呢 功力根本就没带枪 带了也没用 他的枪也动了手脚 事后我们对他的枪做了检查 他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这么说 射杀孟非朝阳的 确实是功利 美国专家 从功利的手背上 提取了火药的微型颗粒 证明 他的确开了枪 老弟啊 将来你有何好打算 听从党的安排 您看我 在延安 听惯了共产党的调调 说错了 应该是听从党国安排 因为高志华的牵连 刘明远被迫辞职 他盖行经商 远走海外 也没有 说 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同志们好 我是新来的孟参谋 不能叫同志 跟他们同什么志 同仁们好 我是新来的孟参谋 希望我们历经屠治 共襄大举 下面 我来点一下名 和大家认识一下 段天龙 在 请坐 功力 王少校 该上班了 我在美国有一个鸡 它每天都醒了我 每天都醒了 王少校 你说什么 你怎么带酒啊 怎么了 你是少校 在办公室喝酒 成何体怎么办 我带他就是要喝的吗 你带着枪 就是要杀人的吗 你既然不喝 就把它放回去 把它放回去 你干嘛 放回去 抢东西 不是抢东西 这是纪日 还给我 放回去 你听见没有 你还给我 别别别别 你好好地活下去 你好好地活下去 好 小王少佐 好 好 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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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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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算是我提前为新中国的胜利奏响的礼宝 我的生命在你身上延续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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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